德州不忍了 漂亮国乱了 曾志强老师的预测又快应验了 真是太准了 大家好 我是小玄 曾志强老教授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说 漂亮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分崩离析 为什么 因为它违反了一条天理 中国人最清楚 只要你灭人家国家 人家一定会灭你 人家灭不了你 那天就会灭了你 如今这个预测似乎又是在应验中了 我们知道 曾老喜欢用一经预测 一经里边有意谣 叫做抗龙有悔 意思就是说 即便像巨龙这样强大的存在 那非至极高处也必然有悔 所以任何的事情 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 无论你多么强大 如果不懂得收敛 势力逞强 一意忘形 那迟早上了一条不归路 国往近来皆是如此 比如说古有这个晋国雄霸了两百多年 最后崩于内部了 被韩赵卫给分了 今天又有苏联雄霸一方一样的崩于内部 分成一盘散杀15个 巧的是 漂亮国人他也信这个逻辑 他认为攻破一个大国还得从这个堡垒内部去瓦解 他们也一直这样做的 你看那前苏联的瓦解 那确实就有他们一份功劳 以至于当年的苏联在完蛋之后 漂亮国的前任情报局的局长盖茨 漫步红场的时候就骄傲的说 无论是经济施压还是军备竞赛 他们都无法彻底的战胜苏联 而现在不费一兵一卒 任你庞然巨物倒了 大俄的人不知道现在听到这句话 做何感想 会不会觉得很讽刺 又或者这一次的德州事件 会不会又是一次堡垒内部溃堤的开始 眼下德州的这个事 目前来看大概率还是双方在利用这个事情在玩票 但是这个事它毕竟是个玩火的事 那玩不好 那就要看是人算的好还是天算的好了 说实话 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 但真的有 再一个你说这一次 会不会这个有仇的报仇 抹仇的抹牛 大家想进去那个添点柴 顺势把这个加一把火 把那势给撩起来 有了这个变量因素的存在 这个事才是不可控的真正源头所在了 所以还真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大胆预测一步 假如 我说假如 如果德州这次真的把自己给分出去了 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看德州的实力 德州位于美墨边境 面积仅次于阿拉斯加 人口接近3000万 经济实力在大胖朗是排第二的 拥有众多的大型的企业和跨核公司 以及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 并且拥有着自己的军队和军工产业链 所以这其实就是德州 一直敢跟大胖朗叫板的底气所在 无论从人口地理位置 军事工业能力资源以及粮食来看 德州都能自给自足 如果要是真分离出来 GDP人能排进世界第八 再从历史上来看 德州原来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1836年从墨西哥给分离出来了 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并且还独立存在了九年之久 1845年才加入的大漂亮 但是在1861年爆发南北战争的时候 德州又想从漂亮国脱离了 只是当时没有成功而已 所以德州想脱离出来 他并不是说说而已 确实他有历史原因 好多次了 而且一直他都是认真这么干的 一直以来 德州很多人心里边就觉得 他们这是被漂亮国给欺骗了 不仅没捞着好处 还要分自己余粮 这一有机会 就想要闹分家了 这就和猪八戒分行李一样 一有那大妖怪 这就要回高老庄 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要说起分家这处 其实当年的乌克兰也是一样的 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小鹅当年也一直认为 自己是被沙鹅骗过去了 迫不得已才加入的 也是动不动就要分行李 要回高老庄 整得苏联不得已整了个掺杀子行动 向所有的加盟共和国 划入俄罗斯族的地盘 希望这些人壮大起来 最后自己人好管理那些个加盟共和国 小鹅在分家前不也是 你看经济实力强军事实力强 粮食还能自给自作 简直是要杀要严 想想分家后的那个生活 怎么想怎么没好 但是呢 现在你看看变成什么样子了 要说为啥 那因为你是两大对手争夺的那个战略要地 都拿你当排打 当枪使 当炮灰用 你还指望你一年比一年能好 这种逻辑是啥 你想那个德州要是真分出来 那两边谁能希望他变得更强了 不都得利用他 那么假设如果德州和漂亮国真的这次成功分了 那德州有没有可能布大鹅和小鹅的这种后尘呢 要知道当年小鹅的人均GDP多高呀 可是现在混成啥样了 都成人家后花园了 据说今天欧洲所有的那个皮肉声音里 四分之一那都是乌克兰女人 按照这逻辑 那最好的结果 大概就是以后很可能你在足备店三楼遇见的 也会是德州的妹子了